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基础经讲班 那么今天将来讲解的是我们实务部分的第四章 围绕着我们的货币资金审计 当然这一章节对于大家来说依然是我们的重点章节 不过呢学习的难度将会有所下降 那在这里面大家应该不用我多说 为什么说它的难度有所下降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看到了前面在学习各大循环审计的时候 遇到了有一些会计知识 影响到大家的备考和复习了 而那么第四章货币资金审计 那就算是它有会计知识 相信再次的各位 那么你们应该对货币资金的会计知识 相对比较熟悉对不对 所以就算大家会计知识比较薄弱 那你应该也知道 货币资金包括的是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那他们之间的会计知识呢 难度不高对不对 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一章节呢 它针对于我们属于重点章节 所以难度不大 那么综合性比较强 那所以在这里面 它是重点难度不大 听起来就非常开心对不对 综合性强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会跟我们的各个循环都有关系 这句话是解读它 为什么叫综合性强 懂吗 所以说呢在这里面 如果提到我们审计知识 说到循环审计 循环审计 它都会跟货币资金有关联 因此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前面呢给大家说过在审计的立场上 我们有五大循环 五大循环分别是销售与收款循环 采购与付款循环 还有我们生产与存货 投资与筹资 人力资源与工薪 那你看我们一共是五大循环 面对着五大循环 你们看每个循环 是不是都跟我们的货币资金有关系 首先销售收款 采购付款 还有生产与存货 当然呢生产与存货 有人说了老师这跟钱没多大关系啊 不 生产与存货当中是不是有一些 在生产过程中的间接型的耗费 或者说它会有结合着人力资源与工薪 就是结算工资薪金 那么也会是要钱 对不对 所以说呢在这儿 它依然是要有的 有我们所说到的 整个的循环和货币资金的结合点 那另外呢不用多说 投资与筹资更是有跟货币资金相结合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到了 为什么说它综合性强呢 原因就在这儿 因为它跟各个循环有关系 对不对 好 所以呢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啊 大家就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它可以单独的考核 也可以结合着其他章节一并考核 所以说呢 它的考试频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而且呢 它的提型的设计面也非常的广泛 可以考到我们的案例分析 当然这个案例分析 同样也是 案例分析单独考 或者说 结合着循环一并考 知道吗 单独考或者结合着循环一并考 好了 那我来看一下整个教授的逻辑啊 货币资金审计 它包括三个小节 第一节 货币资金概述 大概描述一下 那么当然是介绍 业务流程内控 对不对 好 第二节货币资金的内控的控制测试 那么你看又是考 谁属于控制测试 谁不属于 对不对 好 再者第三节货币资金审计目标和方法 那你要看到了 就是结合着具体的 比如说库存现金怎么审 那库存现金怎么审呢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章节中介绍的尖盘吗 爱奇事库存现金也有尖盘程序 再有银行存款怎么审 银行存款怎么审呢 结合着我们前面提过的 罕证对吧 另外还有其他货币资金怎么审 所以说到其他货币资金呢 那这一章节今年有没有变化 有唯一的变化就是 以前在我们去年教材上 它不叫做其他货币资金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不严谨啊 我在去年讲课的时候 就给它改成了货币资金中的其他货币资金 所以今年呢 教材对于这部分内容做了一个调整 调整了就叫做其他货币资金了 内容的一个按照准则 按照报表项目里面的核算准则 来进行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调整 大家来说啊 没有影响 对不对 对大家没有影响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备考学习了啊 接下来一个备考学习了 所以这一章节呢 总体内容比较简单 所以花费的时间不长 因此啊 咱们不有一个什么 编辑效益递减 那其实咱们也是难度递减啊 这个包括咱们的循环的学习当中 它的这个时间长度在越来越下降 所以第四章货币资金审计时间不长 然后呢 第五章也是这样的 第五章呢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第五章像初级的学员 都没有必要去关注他了 像中级的学员呢 他也就考三分 那你想想 前面四章十分 十五分 十五分 那你看 这三分的 可通同学们都不放在眼里了 对不对 那我就带大家梳理一下 所以其实呢 这个第四章 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重点章节了啊 好 来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呢 货币资金概述 对不对 主要是三个考点 传统性的 第一 货币资金的业务流程 那么要看看他的处理的流程 第二个呢 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 哎 那你看 这个内控啊 以前不都是两颗星的吗 在这儿 就不再是重点了 因为呢 与钱有关的内控 咱们都把控的非常严格 甚至要真金白银啊 对不对 再者呢 钱不就是进进出出吗 钱是进进出出 那么你想想 在销售收款循环 在采购付款循环 是不是咱们都有介绍过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内容是相对比较简单 好 另外 货币资金业务的主要风险 哎 主要风险 这也是给大家提及一下 而且呢 这个风险点 它也不常见 为啥 我之前说过了 真金白银的造假 那是不是有点傻呀 你要有钱 拿它干啥不行 钱能生钱 何苦造假 所以它风险点 也是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各位 第一节听过 也就罢了了 对不对 何止第一节呀 我个人的观点是 针对于这一章节 听过我的基础进行班 做题目就好了 它不需要反复的去听课 懂了吗 好 来 咱们先来看一下 考点一 货币资金的业务流程 那你看 货币资金业务流程 那就是收付款 流程上怎么处理 对不对 收付款 流程怎么处理呀 首先 你得有凭证单据 对不对 那我们先要处理 凭证单据 再者 拿到凭证单据了 我们要受理它 受理它 做它审核工作 然后办理结算 对不对 办理结算 一旦办理结算了 就开始真正的收付 对不对 有收款 有付款 并且做出相应的账务处理 然后呢 然后 那结合的账务处理 再看看 它的相应的期末余额 再做一定的调整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也会设到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所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它呢 属于我们所说到的 它的一项业务流程 就是当你的银行存款 期末余额 和我们的对账单的金额 不一致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去编调节表 予以调节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业务流程 相对是不是简单多了 这个会计问题 已经不会再影响到大家 另外呢 它也没有那么多 什么这单子 那个单子 单据也是比较 用不话说 单据也比较单纯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处理单据 就是跟我们各个循环有关的 涉及到各个职能部门的 那么在我们的收付款中 统一的归了财务部门处理 所以说呢 它就会有各业务部门 传递的单据 都会交给财务部门 而那我们现在讲的 货币资金业务流程 它主要围绕着谁呀 围绕着财务部门 相关的会计人员 相关的出纳 一定的职责权限 来进行介绍的 好了 内控就是这样 这个业务流程结合的内控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在考试当中 相对比较爱考到的是 内部控制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发现了 这儿 刚才 我管它既叫做业务流程 又叫做内控 对不对 好了 那我请问大家 接下来跟讲内控了 那讲内控 依然你比对的这个 业务流程 讲内控比对的业务流程 你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依然 有职责分离 对不对 依然有谁 信息传递控制 依然有实物控制 好了 最后一次探讨 职责分离 叫控制活动 信息传递控制 叫控制活动 实物控制 也叫控制活动 你发现了吧 所以都属于控制活动 好了 那你看 这里面的职责分离 相对比较简单 怎么讲呢 各个业务部门 它会和我们的财务部门 职责分离 对不对 所以各个业务部门 和我们的财务部门 职责分离 像采购的 销售的 工资 薪金 就是人力资源部 还有一些其他零星的收支 都与财外部门相互独立 防止作弊 防止舞弊 对不对 好 另外收入单据的开据与审核相互独立 那么开单据的跟审核的单据 那一定也是独立的 防止贪污挪用 对不对 那同样呢 有收还有谁 还有支 那么你收入的单据要独立 那支出报销的呢 也是独立的 所以你看第三条 支出报销的单据的编制 审核审批 相互独立 防止序列支出 对不对 防止序列支出 所以你发现了 针对于我们的 质责分离 对不对 好 再者 收付款 结算 办理 与审核相互独立 怎么讲 收付款的结算 那有个结算单 对不对 结算单有 结算单的审核呀 所以结算的办理和审核 独立的 对不对 另外 支票的签发 与出纳 相独立 支票的签发 与出纳相独立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谁签发支票啊 对吧 好 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出纳人员不得兼任 集合档案的保管 收入支出费用 债券债务 账目的登记工作 所以在我们的采购流程当中 在销售流程当中 是不是说了 不能有一个人 全过程的 进行货币资金的相关业务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了 出纳不得兼任这些相关的岗位 对不对 好 另外呢 另外 这也是考试当中 必加爱考的 出纳人员不得同时 从银行对账单的获取 调节表的编制工作 这两项工作 不能由他一个人来做 所以你会发现 像调节表编制 考试中特别爱考 调节表的编制 他是不能够有出纳来做的 应该指定其他人员 为什么 我先说一下 老板为什么要让出纳编调节表 调节表调节的是 对账单 以及日记账 他们两个金额中的不一致 由微达当相造成 他认为什么 对账单出纳拿回来的 日记账出纳管的 哎呦我的天呐 对账单出纳拿回来的 日记账出纳管的 合着他一个人 这两个都设计了 然后呢 你再让他编调节表 你觉得呢 他可不可能侵占资产 把钱挪走了 然后当成为达张相 在调节表中调下去 那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对不对 所以说调节表的编制 不能够有出纳来去做 同志们清楚了吗 爱调节表编制啊 不能够有出纳来去做 这一条要注意了 好 再者 严禁一人保管 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 怎么讲呢 就是你在支付中的印章 比如说财务章 哎 比如说法人章 那你不要把这个章都放在出纳手里 不要放在一个人手里 放在一个人手里呢 他一个人能凑到两个章 就没有互相牵制的体现了 钱又被挪走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告诉大家 考试当中比较爱考什么 职责分离 那如果说没有做到职责分离了 就代表什么呀 内控有缺陷 对不对 没有做到职责分离 内控有缺陷 内控有毛病 大家要关注啊 好 再者我们来看第二个 关于他的内控 叫做信息传递控制 那么信息传递控制 中间会是叫授权 对不对 授权 企业应当明确审批人 对货币资金业务的授权批准方式 权限 程序 责任 和相关控制措施 所以你会发现了 我们在这儿 有这样一个授权审批 对不对 流程当中 先把权限赋予给你 那不得月权审批 在权限范围之内 做你该做的事 好 那么规定了 经办人的职责权限 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 对不对 像最典型的 我就问大家了 比如说 像咱们的报销 那么就是采购给付款吗 是不是有相关的 职责人员的审批 审批都审批下来了 到我们最后 财务部门的手里 来 最后我们就要付钱了 对不对 所以等于说 这个地方的授权审批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在财快部门 你财快部门 怎么授权审批 那另外呢 你也不要单纯的以为 只有到了财快部门 才要授权审批 那结合着 我们前面讲的采购销售 也就是说 送交财快部门之前 你想想 采购合同啊 付款的凭证啊 包括收款结算的 一些单据支票等等 是不是都要有 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 对不对 那这个指的什么啊 这个指的就是 各循环 你原本业务流程当中 都要有审批 对不对 等于说各循环 你原本的业务流程当中 都要有审批 然后按照你原本的业务流程 都审批完了 好了 那都达到一定权限了 都审批完了 达到一定权限了 OK 那么到了财快部门 那按照我财快部门的流程 哪个流程啊 刚才讲的 处理单据 对不对 复合呀 然后报经批准 签发支票 然后再给他兑现 所以等于说 在前面 有流程的审批 到了财快部门 也有流程的审批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 在整个处理过程当中的 审批人员 都不能够超越 授权范围审批 如果说越权的 都有权予以拒绝 并且及时的向 审批的上一级 授权部门报告 对不对 所以这授权的程序 理解了 好 再者 再者呢 在我们的货币资金审计当中 除了那个授权啊 因为刚才授权呢 都是在别的流程当中 有介绍过的 这儿 文件和记录的使用 这个相对而言 稍微的重要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这是 收钱付钱 那么收钱付钱 伴随着文件记录的使用 第一 全部收支 及时正确入账 所有发生业务 要入账的 全责发生制 及时入账 再有 出纳员与会计人员 根据审核后的原始凭证 填制连续编号的收付款 记账凭证 那么 及时办理付款业务 看到了吧 所以在这里面 你发现了 我们及时办理付款业务 收付 然后另外 跟我们出纳有关的是 并在原始凭证上 加盖收器 付器的戳记 盖章 已是收付完成 所以你想 这不就叫做文件记录的使用吗 怎么区分付了钱的 没付的 有盖戳机 对不对 盖这个收器 付器的戳 这在循环中 我也提过 然后盖完戳了 收完付了 怎么讲 收了付了 出纳要及时入账 对不对 出纳即入账 登记现金 银行存款 日记账 那么做到日清月节 对不对 爱做到日清月节 好 另外呢 计算机总额控制和设计测试 那如果是有系统的话 那就有这种预算管理 系统周密的一个规划计划 对不对 看看他有没有按照用途去使用 计划之内的 计划之外的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个地方如果有系统的话 那我之前说过了 还记得吗 有系统就有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之分 对不对 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之分 好了 再者 监督 什么意思啊 内控 有监督 所以内控有监督 那面对着货币资金的内控 也得监督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明确检查监督机构 或人员的职责权限 定期不定期的进行检查 所以针对于内控来说 也要进行检查 进行监督 而这个监督呢 可以是定期的 也可以是不定期的 比如说 第一 针对于刚才 我们介绍的岗位职责的权限的设置 检查检查 有没有不兼容的岗位 那你没有做到分离 另外呢 还有授权批准的制度 授权批准制度 你的手续是否健全 是否存在月权审批 对不对 好 另外呢 还有就是票据 那我们前面说 那我们前面说过了票据有票据的登记簿 购买 领用 背书转让 注销 那有没有按照流程去做 有没有存在着漏洞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监督控制 对不对 当然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定期核对 日记账和对账单 所以当日记账和对账单 它对不上了 要编什么呀 编调节表 调整位大账相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提到了 指定专人 谁呀 我们刚才说了 出纳以外的人员 对不对 出纳以外人员 所以只要不是出纳 其实在我们这 就不要特别的纠结了 但是出纳啊 这个肯定会出问题的 对不对 好 当然也有同学 可能现在还不了解 老师 出纳怎么会出问题呢 那当我们讲到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时候 我给你们看看 调节表什么样 让我教给大家一招 你看看出纳 怎么侵占资产 你看看出纳 怎么侵占资产 但我告诉你 这招别用啊 听一听就完了 因为你没有想到 你要现在这么做呀 地球人都知道了 所以到时候 给大家分享啊 好 再者定期开展内部审计 就是内部的监督 那内审人员呢 他会要定期不定期的 去监督现金的盘点情况 然后呢 那内审 内部监督 也会抽查 收付款的业务凭证 看一看 及时入账的情况 是否真实的发生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们有看到 这就是对内空的监督 能清楚了 好 再者 实物的控制 而实物的控制呢 更多的是 对于谁 好 首先搞清楚这件事 在货币资金审计当中 这个实物控制指的什么 钱 是实物的 还有支票 对不对 是实物的 还有就是账簿了 所以我们会对这种 钱的管理有限制 谁 出纳来管 出纳去主管 现金 银行单据的收付和保管 对不对 那么 限制其他人接近 所以等于说 出纳是管钱的 进进出出 除了出纳 其他人员 不要去碰那个钱 对不对 这个必行啊 好 所以大家会发现了 出纳对现金的一个监管 这就是实物控制 另外呢 像在我们企业内部 那我们说了 现金收支 及时的送送银行 防止坐支 现金 对不对 除非有特殊的审批 特殊的情况 一些紧急情况 可能用银行核定 会是要坐直 好 另外 加强票据的管理 建立登记部 这刚才提到 还有就是刚才 也同样提到的 实物控制中的 那个印章 印件的管理 财务章 专人保管 人名章 由个人 或者是授权人 进行管理 对不对 那刚才我们也在内控中说了 禁止一个人管理 既管财务章 又管人名章 对不对 比如说我问你啊 你作为出纳 支票在你手里 然后财务章在你手里 人名章在你手里 咱家缺钱了 怎么办 救命的钱呀 你会不会掏出一张支票 盖上俩戳 钱就挪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等于说 这就是内控 没有做到 房错 救币 内控没有做好 给了我们 舞弊的机会 对不对 好 来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考点三 货币资金业务的主要风险 货币资金主要风险 一般来说都是集中于我们的认定层次 所以呢 你会发现认定 就是具体业务流程层面 还记得吗 针对于我们的重大凑保风险 当时讲了有报表层次 有认定层次 所以认定层次是具体的 比如说 虚假货币资金的余额交易 导致银行存款的余额的存在 交易的发生 存在重大错风险 什么呀 虚假交易 意思是交易是假的 那么这笔交易是假的 那收支就是假的 对不对 那自然 它的余额也会有问题 另外呢 存在着大额的外币交易 外币交易呢 就会出现外币的折算问题呀 对不对 折算 折算成谁 折算成人民币 那金额上就有问题了 所以未被准确记录的风险 对不对 爱折算金额错了 再有第三个 银行存款的期末收支 存在大额的截止性错误 怎么讲呀 嗨 收支业务 收支业务有提前 有推迟 那么不就会带来什么呀 带来大额截止性的错误吗 对不对 再有 为按照快准则做恰当的披露 你看 该披露的没有披露啊 所以说这都是它的主要风险点 因此在这里面我们教材当中非常详细的列了一些事儿 这些事儿呢我建议大家通途啊 为什么通途呢 其实它考的概率也不多 而且呢就算它考了 只要你读一遍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会十分 那怎么讲呢 你看啊 说上列举了 当我们在实施货币资金审计过程当中 如果被审单位存在以下事项或情形 审计人员需要保持警觉 就是说的再直白点啊 你来看 我们这儿列是了有12个事儿 这12个事儿呢 它其实都是要让大家保持警觉的 当你读下来 你通途下来 你会发现这12个事儿啊 比如说不靠谱 不是不靠谱 是有怀疑点 是不对劲 懂吗 比如说第一个 现金交易比例高 与其所在的行业 常用的结算模式不同 我就问大家 比如说你发现了 现金交易的比例很高 这个企业是个什么企业呢 房地产企业 买房的是扛着麻袋现金去买的吗 怀疑不怀疑 怀疑 对吧 好再有 库存现金规模 明显超过了业务周转的所需资金 那像保险柜的钱 一般是三到五天的零星开支 结果呢 你的规模有点多 对吧 怀疑不怀疑 怀疑 好 还有 银行账户开利的数量 与业务规模不匹配 像比如说我们经常调查 说一个人有七八个账户 但是卡里都没钱 你没钱开能不能账户干嘛 我就怀疑你可能套现呀 对不对 好 再有呢 在没有经营业务地区 开利银行账户 比如说啊 比如说前不久搞了一个 哎呀 乌龙啊 有一个银行叫龙江银行 哪啊 在黑龙江 那孙老师从来不去黑龙江那个地方 你说我这兜里的巴 冒出一个龙江银行的卡 哎 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东西是不是要怀疑呀 我又没去过黑龙江 那我为什么有那当地的银行呢 对不对 好了 来 再有 企业的资金存放于管理层或者员工个人账户 就是俗称公款私存 对吧 好 还有货币资金的收支的金额与现金流量表不匹配 要知道现金流量表收复实现至收支的情况 所以呢 你的增减变化应该跟现金流量表是匹配的 对不对 好 再者 不提供 不提供对档单调节表 哎 不提供 那为什么呢 表示怀疑 另外呢 存在着长期的大量未达账项 同志们 什么叫未达账项 没有到达 凭证传递时间差 那请问大家 凭证传递时间差只是个暂时现象啊 它不会老也不到 对不对 老也不到就表示怀疑了 好 银行存款明细账存在非正常转账的一介一代 什么样子呀 就是你进来了五千 一会出去了五千 进来个一万 出去了一万 或者说进来个五千 出去了五比一千 这种表示怀疑 再有违反货币资金存放和使用规定 就是不允许私募资金啊 私募资金在用途上有限制 结果你违反了规定 另外 再有大额的外币收付 而这个被审单位不涉足外贸业务 我就没有这种做进出口的 但是为什么我的交易有这么多外币交易呢 不配合审计人员韩正 做贼心虚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十二个 我带你读一遍 我就怕你不读 但是我带大家读了一遍 我相信你应该有这种的职业怀疑 你已经发现了他不对劲的地儿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各位应该能够发现 这里面有问题 对吧 好 看看考试怎么考的 看考试怎么考的 下列各项符合货币资金业务 内部控制职责分工要求的是 符合职责分离的是 A 出纳编制调节表 对吗 不对 不能有他编 对吧 B 出纳根据审核后的凭证 登记日记账 这没毛病 C 出纳签发支票 D 出纳登记应收账款 明细账 他不能去登这个明细账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发现了答案是什么 第二个B 对不对 好了 所以你看 职责分离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讲完了四个章节 四个章节 三大循环加一个项目 当你在复习内控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的去关注 谁要做到职责分离 清楚了吗 好了 那如果说做到了职责分离 内控做的没问题 那接下来就要做什么 控制测试了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对于控制测试 也知道它处境的伎俩 那干扰项往往都是实质性程序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第一节 所以你看到了货币资金概述 比较简单 听过刚才我的课程 知道了吧 那知道了 情况下 在课下重点看看职责分离 那这个第一节 您就掌握了 好了 货币资金概述的第一节 相关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